你可以講你們工會到底訂多少嗎 我就不要講這些 就是要的設計費多少嗎 設計費也是錢啊 你的設計費怎麼算 換你大大便啊 到瓶做算 你一瓶都收多少 那每一個就是收的都不一樣 安藤中雄收多少 是無價的我不知道 安藤中原的 不知道 安藤中原你收多少 你不是有跟我講說 像我們做平面廣告它也有一個標準收費表 可是要收我 我哪叫我們都要要收費 你們也是這樣嗎 我們比那個低 我們那個標準收費表都這麼高 你知道我們那個CIS收費 它們一次都十萬起跳 那我們不就餓死了 誰要來找我們設計 我們沒有工會 我沒有工會啦 可是你那個標準很高很好啊 就打折 打到骨折也有錢啊 不是啊 我都想說一定是我的見識不夠廣 你們設計費沒有收那麼高 還是因為你們見識不夠廣 因為你如果一開始就把它當成標準這樣收的話 那就可能一年只有一個案子 對 等一下 他一直猜沒 你知道多少嗎 蛤 你知道他們一坪收多少嗎 不知道啊 多少 對 我說你們那個工會 那是工會訂的還是銀建署訂的 工會訂的 所以工會收不一樣 越北部收越貴 所以是每家工會收的錢不一樣 每個縣市工會不一樣 所以你們那收費標準是你們工會 我們工會訂一個標準 比如說我隨便講 那訂可能是100塊好了 隨便講 就是訂 我隨便講啦 就是標準假設是100塊 你可以講 你們工會到底訂多少嗎 就不要講這些啊 為什麼不要講 你講那個數字跟那個什麼都一樣啊 你講一個輪廓就好了 沒有人講那些 我剛剛一直轉一直轉 說無教 聽不懂啊 一直cue 不能講 我是說工會訂多少 這個是工會的嗎 我現在不是跟你講說標準是這樣 我就形容給你聽 他們自己會去估啦 因為 因為每個縣市都不一樣 你知道屏東有屏東的 台東有台東的 金門有金門的 越 越北部越貴啊 最便宜的就有錢 就你們咧 對啊 比我們貴 那當然跟你生活的物價好關係 你現在吃的滷肉飯一碗可能還有三碗 去台北買吃三碗 有啊 沒有啊 所以 所以 工會是訂這個標準 可是 你一定要打折嘛 人都習慣說 我們也打一個 九折 九五折 你有打我又開心 所以工會會訂這個標準 那就是說 你們工會要訂一個五十塊而已 那要收六十 哦 那要訂一百 然後你收九十 他說我打九折 他會開心 你還要再打八折 你還要開心 他會說 人都收五千而已 你沒有六千好了 你就收六十 那他就說 有 你給他看 比你有八千 他會把他的門口切掉 我記得你剛出 剛開業的第一個案子啊 被打的折是一瓶多少錢 別說啊 不是八百嗎 這有那麼隱晦就對了 可是很多人其實也有分享說 就是說 他的建築設計費多少 多少 就有的人就會分享啊 啊誰不曉得 每個地方收費也不一樣 你找這個是不是 沒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不用說啊 所以大家都說一個 你有聽過 你有聽過那個 那個 那個名師都說 我收多少錢 沒有啊 什麼名師 任何名師 安藤總雄啊 安藤總雄啊 安藤總雄也不可以說一遍多少 你一定用那個case 來補 就是說你叫我去補補 總共設計費一千萬 水之鈉 骨塔 一千萬 他就 你要補補 買來的 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 我覺得建築師報價這件事情 還是要講清楚 雖然講到錢 大家的標準不一 可能會造成一陣騷動 但是起碼要交代一下 我們家的收費內容 包含有哪些 我再次說明喔 買個建築師收費標準不一定 也會因應每一塊土地 處理的各種不同 宜南雜證會有所不同喔 所以下面的收費內容給你參考就好 對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而且很寬靜的 下面的結構 做好 然後 這也是 過的話 要讓每個木材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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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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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口氣 但是你要說啊 你如果不說這樣就知道吧 嗯 還要有一次怎麼試的都不知道 是喔 對啊 穿我這樣 但是大家都會試啊 這是用 你是正常四還是中海四的 哈哈哈哈